不是我说你 你这有手有脚的 怎么捡垃圾吃 怎么着 说你两句还不服气 你说说都那么大一个人了 也不说找份工作干 也比这捡垃圾强 你喂喂 你这吃下什么味 姑娘 你这怎么回事 这垃圾桶里的东西 可不能吃 姑娘 我记得这几天 你一直在这里 这大冷的天 你怎么不回家 姑娘 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坏人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我看你在这捡垃圾吃 我就是好心提醒你一下 我要是有家 我就不会在这捡垃圾吃 说的也是 姑娘 我看你这也挺可怜的 要不这样吧 你看 我家就在那前面 要不你给我回家 我给你弄点吃的 不行 姑娘 你别害怕 这我呀 不是坏人 我就是看你可怜 行了行了 姑娘 走吧 没事 走吧 姑娘 进来吧 走 姑娘坐 我还是别坐了吧 我这身上 脏兮兮兮的 没事了 姑娘 坐吧 姑娘 你不用怕 我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我家里呀 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姑娘 你肯定饿了吧 姑娘 你等着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姑娘 你先吃点零食吧 这饭 我等一会儿给你做 先垫垫 大哥 谢谢你啊 还把我带到你们家来 还给我东西吃 不用谢 这都是举手至劳 没什么可感谢的 姑娘 我看你这年纪轻轻的 你怎么在外面捡垃圾吃呀 姑娘 这你的家人呢 难道 他们就不担心你吗 那行吧 姑娘 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我也就不问了 姑娘 你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去开门 轩轩姐 来 进来 好 你在家哪 好人 姑娘 你别害怕 这呀 是我邻居 这我邻居啊 人挺好的 来 咱们坐 坐呀 说 好帅 这谁呀 我说怎么一进屋 臭空空的 小燕姐 是这样的 这今天 我不是去上班吗 在上班的路上 我看他在那儿捡垃圾 这看他挺可怜的 所以啊 我就把他带到我的家里来 给他弄点吃的 你说你管这些闲事干嘛呀 你竟然还让他坐你家沙发 你也不怕给你弄脏了 轩轩姐 这话不能这么说 你看他 这年纪轻轻的 在外面流浪 他肯定也有家人 可能啊 是出了什么事 遇到了什么困难 所以啊 我想着 能帮一把 试一把 什么 你还可怜他 你也不看看 他这一身脏的 他万一要是有了传染病 怎么办呀 行了行了 轩轩姐 咱们啊 别说这事了 轩轩姐 你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这我本来啊 就是想借的东西 没想到 看到你啊 领了一个女人进家 她浑身啊 还脏兮兮的 好帅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你现在单身一个人 如果被街坊邻居看到了 你也不怕他们笑话你 不是 轩轩姐 你说 你不可怜他 这也就算了 这你怎么 说话还这么难听啊 这我说话怎么难听了 我说的难道有错吗 好帅 你不会单身久了 随便找一个女人 都想做你的媳妇吧 轩轩姐 你这说话怎么越来越难听啊 行了 轩轩姐 你到底来找我借什么东西 你要借赶紧借 不借赶紧走 哟哟哟 哟哟 这我说他两句 你还给我挤眼了呀 我跟你说 这东西啊 我也不借了 我看到这个女人啊 就是想提醒你一句 哎 这我呀 也提醒你了 自己啊 好好想想吧 姑娘 你别放在心上 这我邻居啊 他不是坏人 他就是刀子嘴 豆腐心 大哥 我不会放到心上的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 姑娘 这你以后 有什么打算吗 还没有 姑娘 这你怎么 能没有打算呢 这你应该 联系联系 你的家人呀 你也不能 一直在外面流浪呀 这你家人 该多担心你啊 大哥 我妈 她不要我了 不要你了 这怎么可能呀 我妈她 妈 你找我什么事啊 闺女你来了 你看 你这年龄啊 也不小了 我找人啊 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 妈 你怎么又说这个问题啊 我还小着呢 我又不急 你还小呀 你瞧瞧你都多大了 我告诉你闺女 这男大当娶 你男大当家 哪有不结婚的闺女 这是听我的 妈 无论你怎么说 反正我啊 就是不相亲 我要自己找 哼 还你自己找 你自己能找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闺女 这是 在听我的 你那个账叔 你知道吗 她家一个儿子 个头高高的 长得呢 也特别帅 给我们家 也算没难活的 你呀 有时间了 给她见一个面 妈 咱们家又不缺钱 我找有钱的干什么呀 我就要自己找 这是又不当你 这是就听我的 明天 给她见个面 消个贼 我不去 妈 不管你怎么说 我今天明天都是不去 死丫头 你是不是长大了 休息丢嘴了 行 不听我的是吧 明天我让你 栽在家里 一分钱也不给你 让你没有钱 看你这么活 妈 你竟然威胁我 你不是不听我的话吗 我就断了 你的另外点 一分钱没有 我看你这么烧火 妈 你怎么能这样 你现在 越来越无理取闹了 哼 还说我无理取闹 我问你 你都躲大了 为啥不是一直 对于挣钱自己花呀 你还让我要着你呀 天天给我要钱 自己也不想丢人 咱们家不是有公司吗 又不需要我去找工作挣钱 行了 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明天 跟你那个张叔的儿子 去相贼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我就不要你这个贵女 妈 你竟然会让我去相见 想把我赶走 对 你不是有本事吗 我倒看看 你多大的本事 行 你不要我 我走 你 皮还倒不小 我看能去拿 姑娘 原来是这样 大哥 你是第一个收留我的人 而且 还不嫌弃我 还给我饭吃 没事姑娘 我 也就是看你可怜 姑娘 这大哥 得欠你一句 你想想 这你给你母亲吵架 你也不能离家出走啊 大哥 要不然这样吧 你跟我一起陪我回家吧 跟你回去 是啊大哥 这我妈开了一家公司 这我妈开了一家公司 而且手底下有很多人呢 你要是跟我一起回去了 你啊 就在我妈那公司上吧 谢谢你啊 姑娘 不过 你别为我考虑了 你看 我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 这什么也不会 学历也不高 这大公司啊 我进不了 我要是去你公司啊 会给你们公司 脱后腿的 大哥 你别这么说 你看 我一个人 在外面流浪了这么久 还不想起我 还给我东西吃 你这样的人品 我妈肯定会认同的 哎呀大哥 你就别推辞了 你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可是 别可是了 你放心啊 这有我呢 我跟我妈 引荐一下 你肯定能在我妈那公司上班的 那 那行吧 要不 我去试试 那行 大哥 咱们走吧 行